劉淵 哇這也太療癒了吧 小青 在看什麼啊 國外有人用水母缸 放綠藻球耶 但我們草宇沒有賣這個魚缸欸 剛剛查了一下這個水母缸 竟然都要一千五起跳 欸貴死了 好啦沒關係 我誰 我小青欸 我自己來DIY一個 走 我們去小北百貨 水桶 吸力糠 酸性透明的 吸力糠的槍 鋸子我有了 買鋸片就好 壓克力切割器 塑膠接著劑 還有在美術社買的A3壓克力板兩片 OK材料準備完成 開始來做濾澡球水母缸 一開始先來決定水桶要留的厚度 那就 15公分 如果你拿捲尺啊皮尺 這種有寬度的來畫線 很容易外掉喔 所以呢 可以拿線先黏一圈 再用奇異筆來描繪 描好之後呢 就來開鋸 一直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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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是一圓節的影片喔 我是真的有在鋸 鋸到我手要碰爬 鋸出一條溝槽之後呢 會比較好施力 這是要鋸到西圓幾年 等一下 喔 手很深耶 我鋸到一半了吧 沒有喔 那十分之一咧 十八分之一 我的天啊 終於鋸完一圈 我們要用的桶子 就是上面的這一層 這就是綠藻球鋼的鋼體喔 因為壓克力板有點長 用壓克力裁切器 分別裁斷4公分 綠藻球鋼上面呢 要做一個開口 是要放過濾器的管線用的 所以量一下尺寸 用壓克力裁切器和鋸子加工 U型的鋼體就完成啦 接下來要用塑膠接著劑 把U型的鋼體黏在壓克力板上 正面黏好了 背面再黏的時候呢 自己要對齊一下 看是不是有正喔 要多正 像小青這麼正 背面黏好後 外圈再擠一圈 然後呢 壓個重物加強固定 就等它乾囉 大約40分鐘後 用吸力糠擠上一圈 桶子的背面支撐點比較少 內外都加一條封管 也就是四條的概念 正面的支撐點比較多 所以只有在內圈增強一條封管 我們壓克力板上呢 會有兩層白紙 我都只有吃單一面 這樣操作的時候呢 才不會因為接觸桌面 讓壓克力板被刮傷喔 弄好後等一天 讓吸力糠全乾 我們去幫它化妝吧 背面貼卡點吸的 霧面的比較高級啊 比較能遮蟲 哇 時尚感飆升啊 這剛看起來應該有3500吧 我做的早球缸全部完成喔 早球入缸儀式 早球入缸儀式 早就替一次 早安 你封 inse series 你好 早請 и繼續 醬真的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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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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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